安逸二犬狂吠 三脚狗救主人 无情的火吞噬了美国奥克拉河马州一间民宅 杰斯和克洛斯利母子俩 昔日从火场中逃出毫发无伤 多亏有这只幼龙幼虾的狗救了他们一命 这只七个月大的狗只有三条腿 日前被克洛斯利收养将它寻名真实 本周日他的房子电线走火 他和儿子睡得正熟 但狗狗察觉有异状开始狂吠抓门 他急忙抱着儿子和真实穿越浓烟从后门逃生 之后整间屋子都陷入火海 家没了只要人平安就好 克洛斯利很感谢真实的救命之恩 但却也很伤心 因为他说现在一无所有 连想奖励真实的机会都没有 动新闻综合报道